《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各位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天我們就是四位主持 一樣漂亮的就是Pius、Norman、Jacky 以及我們的Herman、浩哥 西藏骨骨 為了我們說說加拿大的新聞 其實沒有什麼大新聞 但是有一個數據就是可能香港的朋友 會當作一個好消息 原來就是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大溫地區所屬的省份 有一個報告出來就是樓市成交跌了四成 跌了四成 沒有人欠樓 沒有人欠樓 希望價格可以增加少許相宜 大些價格 真的 但數據也很奇怪 升了幾百分之 所以這個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如果你持有物業 其實你是沒有跌價的 只不過如果你擺出市場 可能要長時間些才賣得出 還有沒有以前那麼瘋狂 是有人爭著搶賣你的樓 讓你可以賺到一些超高興的利潤 現在是比較合理性的 就說你推出來一個房屋是多少錢 可能有些人入價是低過你的営價 然後有多少能爭 你等到差不多就買得出 以前不同 以前出了一個房屋的你要價 20個offer 20多個offer 香港扔內B省 就是小時候的利潔民 說一說 原來我們B省北部的平均樓價 是四十一萬三千五百元 就是升了按年增幅就是4.1% 在Chilevac比較遠的地方 就是67萬多 就是跌了11.5% Fraser Valley 就是其他內陸的地方 就是95萬2千1 就是跌了5.3 大溫地區就是大溫哥華 其實平均樓價是123萬左右 就是升了4.9% 而奧克拉根就是內陸 就是很多酒莊的地方 那類的地方 其實平均樓價是83萬 其實升了10.2% 算來算去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移民過來 他們大部分喜歡居住 大溫地區就是溫哥華 Bernabee、Sherry、列治民 那些平均樓價 其實升了4.9% 雖然我們全B省說是2% 但大溫地區也升了大概5% 所以之前我就說 就是無論如何 你什麼時候入貨 只要等得夠久 你的物業都會升值 在大溫地區 因為供求 為什麼會比較失衡呢 還有我們聯邦政府 希望每年增加移民 是去到41萬到45萬左右 你想想 如果40幾萬人搬到這裡 在邊施省大溫地區 不要算多 10分1人都是4萬多人 4萬多人都要有2萬多個樓宇供應 當它是一家兩口 平均 那你也要有2萬多個單位的供應 還沒有計算樓學生 陪讀爸爸媽媽 Jacky的國內的親友過來 國內沒有親友 香港人有親友 香港人有親友 國內新商識的 相當親友 Norman是台灣的外交親戚 總之很多人會過來 疫情過後 當他們過來的時候 都要找地方住 所以居住也是一個困難 截截上升的樓價,而且越來越難找好的居住環境 講完這件事後,大家也要小心的就是有一個會計師在加拿大 他非常聰明,知道將來遺產要留下子女 可能會形成很多複雜性的問題 原來他回到中國時,在中國的財產 就用他兒子的名字來開戶口 當然他帶了兒子去 然後所有投資都放在戶口上 在錢均錢做一些投資 然後到他過世的時候,什麼都沒問題 就可以讓兒子承繼了,不用衛生稅,不用做手作 兒子拿著身份就可以自動用到錢 但是這個被查出來之後,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加拿大的稅局追究他的兒子 說過往這麼多年,你有超過200萬家元的等值資產在中國 你是完全沒有報過稅的 你的利息收入沒有報過稅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了門稅 所以就要批准他,要罰他錢 後來這個情況就是打官司 他在法庭面前就證明了 第一就是這筆錢是他父親的 完全要控制的 連他自己的銀行卡和密碼都不知情 他當時是開戶口 但是以後那些錢怎樣轉出轉入 怎樣拿出來使用 怎樣做投資 他是完全沒有參與的 所以其實這個帳戶 只不過他是名義上代事 但實際上是完全沒有操作 以及沒有任何的參與行為 第二就是說現在他去拿這些錢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完全不想批准這筆錢是他 他就說他想根據這筆存款 就是把這筆錢轉給他媽媽 當他媽媽是一個遺產性計人 即是夫妻 在加拿大夫妻其實那些錢轉來轉去 是不用付稅的 即是當你一個子 甚至有些錢轉去你的配偶是可以的 他就放棄了這筆錢 在法庭的配決就是他可以叫他媽媽 這筆錢 他完全是跟他無關的 結果法庭就接納了他這個解釋 而導致稅局追究不了他 要不然也罰很多錢 第一他當你瞞稅 海外資產申報 第二就是你那些錢裡面 新的利息或者利潤 例如你做一些理財產等 投資等 你這麼多年都沒有報過稅 如果真的罰你 罰你很多 罰你很多 對,有罰計可以罰多人 而且他查不到那些 他就可以自動 批准你 批准你多少錢 然後要你證明你是沒有賺過那些錢 他這次這麼幸運 又逃脫了這個 但是如果有些人想想擁面 又想做這些事情 那真是策劃那裡要小心 那之後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媽媽給他兒子 會搞定 那他明義上 你明天媽媽給他兒子 那他明天媽媽給他兒子 所以他直接過世之後才會付 加拿大也沒有遺產稅 加拿大那些貨幣等 是因為你的帳戶裡面只有一個名 如果你早就已經做了聯名 那就自動 就沒事了 但是加拿大的問題 他雖然沒有遺產稅 但是如果你過世的物業 比如爸爸的名下 到你要過計給兒子的時候 他要把貨幣升值的部分 加拿稅才可以付 比如你爸爸三年前買一間屋 是十多萬的 現在升到二百多萬的 那你就會付二百多萬的稅本 就要打你當你升值了 住買一切都不行 如果那個物業是他的名字 如果是他的名字 你就要找一條政府的升值 就是增值稅裡面的資金 給政府的稅 你才可以過計下你的名字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說 就是哄你去買一個人壽保險 當你獲得人壽保險 就給兒子免稅 拿這份人壽保險 用來找所有遺產上的貨幣 要找個稅 很多都是這樣做 那麼多問你能否成功 我看你個人怎麼看 你想不想給這筆錢 那你買保險也要給錢買的 那當然大家少數 其實就是等於自己儲了錢 到你真是出了事之後 過身之後 下一代接你的遺產的時候 就會有一筆錢 可以來找證會的數 讓它不用 東抽西抽 你不找證會的數 才可以承受你的遺產 對 Jerky 現在想好了 我都沒有什麼剩下 你都沒有什麼剩下 你都沒有什麼剩下 你說笑而已 我都沒有什麼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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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小朋友 問Jerky幫忙買份 那我也不知道買了什麼 我現在想 譬如你把所有家產 時不時買鑽石 買鑽石 到時候你會把鑽石給你老婆 他拿著這袋鑽石 沒用的 只要拿鑽石怎麼變錢 不是每個人都會買鑽石 不是每個人都會買鑽石 這家產品當作垃圾賣 那他肯定不會 他不懂 鑽石 他會帶但是不會買 鑽石 有得驗證 價值都評估了 但是一顆 例如一萬元的鑽石 如果經我的手 再加少許傷痕 再加少許花繩 就變成一顆兩萬元的鑽石 我老婆一顆一萬元的鑽石 買出去 都是一萬元而已 不是 你穿上去 穿上去 你穿上去 穿上去 穿上去 如果他加工 令他成功 不是一顆鑽石 而是一件很漂亮的藝術品 那又會 但不可以再重視它嗎 不可以再重視它嗎 可以 但價值也不是高的 但他賣很難賣 沒錯 因為別人賣都要 不如你數金條 金條應該一條條很容易 金條現在很難買一條條金條 都是一張紙給你 還買到 還買到 都要買 買到 但你走爛帶著的金條 除非體能很好 買到很名貴的郵票 但應該不用擔心要走爛 你那一輩金喉 我還記得 我保住那些金喉 好像是小全章 謝謝 Herman 你那時候移民 你將財產轉移到加拿大 我沒有什麼財產 所以直接帶你 很難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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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Herman 你那時候 在英國 你回歸回香港 那時候 你在加拿大 就代表了非公民 變成你在香港賺的錢 回來 是完全不用打稅 本來這裡只有這麼多身家 突然回去 回了40倍 50倍 帶多少錢回來 都是用盡的 回來 帶進來那筆不用錢 不用錢 報上就可以 是的 沒有 買了房子 都沒有理由 要重新找過 我們這些 升級市民 這裏買的是永久物業 香港那些不是你 謝謝你 是的 所以都是要重新經營的 畢竟還要養妻活兒 我們所有人都要養妻活兒 不是養妻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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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好像剛才說 很多稅務的事情 跟香港很不同 所以來到真的要學 小心 但是帶著香港的想法 過來 其實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想最慘就是 時間就是本錢 其實這裏來說 其實每一個專業 你都很值得 給他們一個優勢 譬如一個小時 你照給錢 你根本上 別人在這裏 讀書這麼久 又要追蹤這麼多 繼續教育 等等 要跟著這麼多法例 其實它是可以給你 真的行銷很多冤枉 譬如在稅務上 或者是那些安排 等等 很值得是給一個費用 這裏 可能香港這裏就不習慣 為什麼要給錢 去問 拿料 等等 這裏就叫做 討論費 這裏是值得給的 是 認同 認同 有一個舉例 譬如香港的朋友來到 不知道 原來你 香港拿著大塊錢 來到這裏 當 Jacky想問你借 然後他還給你 認同 原來那些利息 你賺了 是可以 但是那些利息 原來是當 一個平常的收入 不當資金融 那變成了一點 就是 你收入 譬如那些收入 那些收入 隨時打你百分之五十 或以上的稅 那你便想著 跟Jacky收回15厘 都幾個人 誰知打完稅後 只有七厘多 就變成大失所望 但是 如果你把錢 投資到你 市住物業 升值 就不用打稅 而且剛剛 上個星期 好像通過了一個新的法例 就是限制那些 不能無牌 去做那些 經營貸款公司之外 所以好像上個星期 有些東西出來了 咦 有朋友問你借錢 你就把這個法例 出來 我不可以無牌借款給你 要不然我有遺法 不知道詳細 因為其實 它主要針對 有很多人 利用這個方法去借貸 接著就收取一些很高的利息 因為現在利息高了 借貴利 對 又不算是貴利 它們是 真的一些投資的 一些 說是投資的一些項目 我們借錢出去 接著就高風險 主要是用來取代那些 那些法例 所以都是 問多些 知道多些 因為太多 太多的 這裏隔幾 這裏隔幾 這裏隔二十多元 這裏隔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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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這樣的東西走出來 那裏隔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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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不夠 因為不投票 那裏隔幾年 沒人代表你 就是投訴 不同文化 那裏隔幾年 其實很多那裏隔幾年 例如白衣褲犯 有時候 你捉不到 還有很多叫做Affinity 就是她是你的大姐姐、大佬 所以她叫你做這件事,你就會跟著她做 總之要小心一點 這一節差不多時間,我們一會有個特別嘉賓 會出現跟我們講一些重要的話題 不如預先介紹一下 特別嘉賓是Payas的好朋友 也是姓陳而已 下一節,陳志棟就會跟我們講講 前市議員 前溫哥華的市議員 也是一個資深的政客 我覺得之前Payas講一講 我知道你也會出席很多政客的蔓延 你覺得今年的競選氣氛是怎樣? 其實是倒轉不是我出席 而是政客的蔓延 而是我們去的蔓延 有很多政客為了要出鏡 出鏡就出來了 突然握手 過完選舉之後會剩下很多 但這陣子特別多 有些人從來不出現 突然今晚才出現 有些人少見 但這陣子又多見了 突然出鏡了出來 到處走 有些人想著競選 但贏面是未必高 但還是很活躍 盡他們的努力 出來拉跳、聊天 那些通常是8時開始 站在主要公路上養牌 那些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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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至少知道他是誰 沒錯 但是怎樣呢 就是很多時候 你看到那些政綱 其實每一個團隊的政綱 在現在的疫情之下 的加拿大都差不多 無論哪個市 哪個省 都離不開 復甦經濟 有很多可負擔 醫療 然後交通要改善 警察要盡力 拘捕多些房子罪案 然後我們小孩子 要多些錢來照顧 日託 然後很難找到醫生 我們應該想辦法 如何創造多些新的醫症 會否多給他一些私圓 醫院 其實我真的不用重症 昨天 Richmond突然爆了 突然有人說出來 鑄射屋 這個真的很突出 那個應該過不了 我覺得這個議題 其實 怎麼說呢 大部分的 在列治民的市民 都不會贊成 是小部分才會想這件事 但其實沒有提過 溫哥華大把 不用了 但這裡沒有提過這個議題 所以這個議題 炒出來 炒出來 其實會不會有些對手 爆這件事出來 看看支持的人 如何回答 是的 在上個禮拜 是的 在上個禮拜 他有一個議題 有人提出 嗯 好的 我們期待第二次 再聽多些關於今次競選的事情 稍後回來再談